视频中这个做出霸王硬上功行为的男人是小杨 那么他为何能如此的理直气壮呢 连涂雷老师都完全看不下去 直接愤怒离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问你是否变了心 我也不问你是否越了鬼 我只问你一点 他还是那个想要娶的那个他吗 那么现场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让涂雷老师和主持人都说 他就是个极度虚伪的男人 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 动动发财的小手长按点在三秒钟和关注 今年必发大财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接着往下看 经了解中得知 今年24岁的小杨是一个酒店前台 和女友小霞相恋思念 在前几年里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可就在不久前 男友小杨却突然不辞而别去了北京工作 甚至对他不管不顾 随后 小霞便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 只身来到北京寻找男友 希望可以挽回这段坎坷的爱情 但是去北京之后呢 我就发现和我想的不一样 对我特别冷淡 然后我也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就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了 他怎么对你了 他每天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我不知道整天在忙些什么 面对女友的说法 小杨表现得振振有词 他表示现在被经理看得起 平时太多工作要忙 所以并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女友 可小霞却认为男友每天都不接自己电话 肯定是有事在瞒着自己 你T8点打 我正在酒桌上吃饭呢 我这9点多喝完酒了 那10点以后打怎么你还不接 我睡着了 我9点多回去了 你睡着了睡醒之后 你就不晓得回一个吗 你不觉得你很烦吗 你在担心你吗 好家伙 那就是等于一天24个小时 从来都不带理会女友的 这让谁都是无法接受的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本以为这是一个在河北 一个在北京产生的异地链所导致的 没想到是小霞来到北京 小杨还是摆出如此冷淡的态度 那你们现在不是在一个城市吗 对 你有工作吗 有 那你们一周约会几次啊 一个月都见不了几次面 他老说忙 我也不知道整天在忙些什么 这是连主持人都疑惑了 明明7点钟就下班喝酒去了 能有多忙呢 小杨狡辩说出了理由 我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工作 现在我来说我非常的累 因为有一些婚庆的公司 我们想拉 喂 喂 你说这些都是借口 你有心情给别人买早餐 给别人一起上家 我给谁买早餐了 你说你给谁 你心里明白 女友爆出的这个大瓜 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 当主持人问到 是否有给其他女生买早晨时 小杨的回答是肯定的 可当被问到 是否有暧昧不清时 她的回答却模棱两可 甚至还在一次找借口 说一起上下班只是顺路而已 然而女友小霞并不相信 因为这都是她在男友手机上 清楚看到的暧昧信息 她跟人家晚安啊 亲爱的呀 说的那么亲 你叫过我几次亲爱的 我也没跟她说 我都是她跟我说的 你没跟她说吗 我没跟她说 怎么没说 我就除了说个晚安以外 我也没叫过她亲爱的 面对女友的说法 小杨这边还在百般狡辩 满嘴谎言 明明跟女友在一起几年 都还没对女友说过晚安 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老跟她说什么 来到北京啊 咱们是缘分 北京这么大 遇到是缘分 要是以后能走下去就好了 人家从来没有人 你多想了 我俩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你怎么不告诉她 我是女女 不难看住 小杨心理上 背叛女友这是摆上钉钉的事情 可同时小杨认为 自己没必要跟那个女孩子 说自己有女朋友的事情 是否心里有鬼 早已一目了然 为什么每次你同学机会 你都不带我去 还有你为什么 不把我带到那个女生面前 你上次超时要跟打架去 我怎么带你去 我怎么可能跟人家打架 从小杨的种种行为 我们不难看住 他并不希望 女友出现在别人面前 可这就奇怪了 爱一个人 不是应该时刻粘在一起吗 不应该把自己女友 宣告天下吗 更不会随便 瞎编一个理由出来 说女友会跟别人打架 小杨说出 这话实在是有些可悲 而随后主持人便询问小杨 你现在对着小杨 是什么感觉呢 小杨要是心里没鬼 根本就不怕女友翻手机 以前都是直接抱着小杨 给她看手机 而现在态度却既然不同 不止不让看手机 还动不动对小杨发脾气 甚至不顾她的任何感受 现在呢 给我吵你知道吧 喊的声音特别 你现在的工作顺利吗 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满意吗 一般没有特别满意 我就想找她诉说苦 找不到人根本就 那就是说你们俩现在 基本虽然人在北京 但是不约会 对 而随后 知道真相小杨 并不是每天很忙的主持人问道 你现在一天上班要几个小时 没想到接下来小杨的回答 却让大家都大跌眼镜 原来小杨不单止早已不爱小杨 他还认为小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错的 还在舞台上振着有词 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而紧接着 主持人便问出最关键问题 你来北京男朋友这边怎么说的呢 他说你要是来北京的话 我肯定照顾不了多少年 然后你父母又不同意 你再好好想想吧 其实他也不特别支持我来北京 他不支持你来 是你自己愿意来的 对 不难看住 小杨根本就不想女友来找自己 但为什么不想女友来找呢 这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其中又有什么毛孽呢 好家伙 先不说女友来北京 要不要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 起码安排个离自己近的地方落脚 但小杨却把女友安排到九霄云外 这属实不是个正常行为 显然 小杨自始至终都在单位里 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单身人士 为的就是要物色更多的女孩子 然后又不想做坏人身份 把女友甩掉 就这样保持一直吊着小甲 实在是个渣男行为 就是隐藏 他从来没有给别人说过 是还是不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隐藏恋情呢 我不想说 好吧 我也不再问了 一句不想说已经表明了太多 懂得都懂 那么对于小杨这种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 嘉宾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你的心一定是不在他身上 之所以还没有说出 说我们分开吧 你是怕担责任 如果说你明知自己的心情不在 还和人家不明不白的 在这 以这种关系在相处的话 你是无数次的伤害 显然 曲伟老师把男孩的所有想法都看得明明白白 但在小杨眼里 女友受不受伤 她根本就不在乎 给人一个痛快 不必隐瞒什么 谁都不傻 我不想隐瞒什么 但是 你真不想隐瞒吗 我不想隐瞒什么 欲言又止 每次的逻辑又都不一样 到最后 才逼出了这个问题 我见着就烦 看来 小杨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瞒最谎言 可他在舞台上说的种种话 根本就没有过做男友的任何责任 小杨到了此时此刻还在不断隐藏着自己 有史之中都没有说过真话 难道做一个真实的人就这么难吗 听到这里 小杨也是十分委屈 而随后 另外一位嘉宾老师一上台就问出了最犀利的问题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显然 小杨就是满嘴谎言 不停哄骗着大家 做的是一套 说又是另一套 既然小杨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早已背叛女友 那么嘉宾老师也不想说再多的废话 随后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男生你变心了吗 我 我 应该没变心吧 我不确定 都说语言的背后是思维 小杨不单指欲言又止 而更多的是他从来都不敢肯定 可不爱一个人 又怎么会把爱说出口呢 而随后 坐在一旁的徒雷老师 根本就不想听小杨在狡辩什么 我不问你是否变得心 我也不问你是否 越了鬼 我只问你一点 他还是那个想要娶的那个他吗 不是这个样子 是他以前的样子 不是他这个样子 是以前那个样子 还是两个样子都不是 面对图雷老师的犀利问题 小杨这边回答的斩钉截铁 他认为只要女友改回以前的模样 自己就会重新去爱他 你别撒谎了吧 你根本不是需要他变回原来的样子 而是你心里早就画出了另外一副样子 你是不是内心对于爱的标准 对于爱人的对象已经发生更改 没想到此时的小杨 还在不断地找着各种借口 但图雷老实坚信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是怎么都不会分开的 更不会找任何借口 去逃离这段幸福的感情 更不会去经历一滴恋 图雷老师不愧是最强情感专家 不爱女友摆在眼前 是不是谎言早已不攻自破了 但没想到此时的小杨静还在百般狡辩 所谓的空间只不过是借口罢了而已 而不爱才是摆上钉钉的事情 小杨还不肯承认这确实让所有人打跌眼镜 人的本能就是我那么长久的分开 我就愿意跟他在一起 时时刻刻在一起 即便他烦 只要他闭嘴 我都还是喜欢他闭嘴的样子 你居然要把自己心爱的人 安排得离那么远 你不就是讨厌他吗 图雷老师突如其来的每一件事实 让小杨十分难受 顿时五雷轰顶 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出来呢 所以说你这点很让人遭烦扰 你要么索性今天你就直接跟他说 我真的我没有变心 我也没有出轨 但我就是不喜欢你了 我就是不爱你了 你别让他有一份念想 不要说些那些假惺惺的话 果然也只有图雷老师 才能至面前这个满嘴谎言的男人 他心中的自责与愧疚挥之不及 而随后图雷老师也转头 给女孩意见和建议 女生 你应该回你的河北去 你已经不是他心里的那个他了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你贴那么紧干什么 他都觉得烦了你不烦呢 行吧 就这样吧 图雷老师最后的一番话 也让听到真相的女孩欲哭无泪 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以为嘉宾老师们点评完 事情就会完好的一面发展 没想到此时连主持人都完全看不下去 忍不住抨击面前的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骗骗其他人还好 去骗坐在台下专业的情感导师和高情上的主持人 还死不肯承认满嘴谎言 这不是在关公面前甩大刀吗 而紧接着嘉宾老师便问出最关键的问题 这根本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爱不爱真的早已一目了然了 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他们自己了 那么小杨这边又会说出什么话来哄骗女友呢 好家伙 到了此时此刻还想吊着女友 看到这情况主持人真忍不住了 画大饼在这个社会上真的不止那些黑心老板 有时候满嘴谎言的渣男也会如此 所以借曲伟老师的这一句话 希望屏幕前的所有人明白一个道理 千万不要看别人怎么说 一定要看别人怎么做 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男孩情绪冲昏了头脑 他明知道自己并不爱女友 但他又听不惯嘉宾老师们这些沉重的话语 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 小杨拖着沉重的脚步 极其艰难的走向女友 敷衍的一文终于让图雷老师彻底看清楚了小杨的诡计 随后也发表了自己的一番看法 这个男生可以随意地操控这个女人所有的情感 对于他来说也许有的时候是烦 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是快乐 但更多的是一种快感 显然小杨就是这样玩弄着女友 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那么小霞在小杨眼里就是个工具吧 我让你在河北你就在河北 我让你在北京并且离我一段距离 你就离我一段距离 我让你哭你就哭 我让你笑你就笑 这是一种操纵的快感 在他这种年纪可能是一种年少轻狂 和一种所谓的自明得意 但是从一个女生的角度上来说 难道不是悲哀吗 图蕾老师真的强 这说的一点都没错 而另外曲维老师还以为 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出现在女孩身上 这刚才还哭呢 痛哭流涕居然过来亲一下 这居然笑 咱们这样吧 不管出现什么结果啊 提醒你们 我们都做住了 你们都做住了 都要坦然处置 对吧 我不会坦然处置 他们俩出来我还是走 图蕾老师态度已经表明 他根本看不惯小杨的这一副嘴脸 满嘴谎言 哄骗女友 价值观如此端正的图蕾老师 又怎么看得下去呢 那么 女孩又会是去世流呢 我们拭目以待 显然小杨最后跑过去 就是要气嘉宾老师们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 可这又何必呢 虽说四年的感情并不容易 但这么轻易的就原谅了这种渣男 这属实是有点可悲 既然男孩都当着全国电视机观众做出承诺 那么嘉宾老师也给出了最后的忠告 希望男孩为自己这句话负起责任来 你愿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她是那女友 然后带她去公司 也认识你的朋友 让她有安全感 然后女生 不要再紧迫盯人 给她空间 你要成长 我觉得不要用嘴巴去气死对方 我觉得你们会改变的 我祝福你们 谢谢老师 希望男孩说到做到 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最后就来到我们最浪漫的求婚仪式了 嫁给我吧 我会让你幸福的 随后男孩也表示 衷心感谢嘉宾老师们的劝导 我这边想说的是 希望你说的这一番话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也把过去那些种种暧昧的女孩撇清关系 好好的对待小霞 随后涂雷老师重新回到舞台 也发表了自己最后的一番话 我还是要说一下刚才这一对啊 这个男生前后的表现截然不同 无论他是跟我置气 还是跟现场置气 他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 和一个女人的感情开玩笑 我觉得既然到这儿来解决问题的话 每个人应该是以诚相待 涂雷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 既然是来到节目求助 就应该坦诚相待 一天天哄哄片片 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问题 你是万万不可做出所谓的亲密之举 又或者是做出任何的决断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 无论是情绪冲昏了头脑 又或者是跟我置气 他的前后的表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认为都是一种轻率之举 事已至此 明眼人都知道男孩在和涂雷老师赌气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应该送上祝福 毕竟四年的感情真的不容易 希望女孩这次真的没看错人 那么最后大家又是怎么看待 男孩这种渣男行为呢 又是怎么看女孩这种轻率之举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